天天今年九岁 爱运动 爱思考 是个聪明活泼的孩子 本来正是无忧无虑的年龄 可是天天最近却不太开心 妈妈又要带我去拔牙了 天天心又愚悸 也难怪孩子 说起拔牙 对大人来说也是件痛苦的事 天天心又愚悸 天天已经经历过三次了 就是出牙比较晚 小区里他的小伙伴们 都是六个月开始出牙 他一直到九个月 才露出一点点小牙 我当时可非常着急 急坏了 人的一生有两副牙齿 也就是乳牙和横牙 乳牙二十颗 通常六个月左右开始萌出 两到三岁长齐 天天九个月大的时候 萌发乳牙 确实有点晚了 天天从小吃饭不太好 不像别的孩子 特别挑食 我就变着花样地给他做 给他做得尽量精致一些 颜色丰富一些 做得稍微软和一点 然后尽量让他多吃一些 可是我带他去检查身体 各项指标还都挺好的 都合格 由于担心孩子营养不良 天天妈妈在孩子的饮食上下足了功夫 为了让孩子吃得顺口又帮助消化 不断煮食的面条米饭 就连蔬菜肉类都做得软软的 家餐的水果不是做成果泥 就是打成果汁 就这样 孩子吃着方便 吃着开心 胃口逐渐好起来 天天的身体也强壮起来 一转眼 天天到了上学的年纪 小伙伴们一个个开始换牙的时候 天天的牙齿却一直没有冻结 人的横牙有28到32颗 一般情况下 6岁前后开始长出 12到13岁长齐28颗 一般来说 小孩是从6岁开始换牙 换牙是从中间 也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前边的切牙 来开始从前往后换 同时这个年龄段 在6岁的时候 还会在我们乳牙的最后面 长出一颗新的牙齿 也就是咱们常说的60尺 因为它是在6岁长出的 实际上是第一横膜牙 因为在6岁长出了 所以叫60尺 也就是我们的乳牙 20颗乳牙 到了6岁开始 陆陆续续的就要换了 一直到12岁 全部的乳牙 就都要脱落 换成僵硬的横牙 同时在后面 还要再长出两颗新的牙 到了大概12岁的时候 在第一横牙的后面 还会再长出一颗新的牙齿 这个呢就叫做第二横膜牙 也就是说 我们的乳牙都长齐了 是20颗 从6岁到12岁 这个呢是一个剃牙的阶段 也就是我们说的换牙期 到了该换牙的年纪 可是天天的乳牙 还没有脱落的迹象 天天妈妈又开始担心了 怎么还没够新用的呀 网上查到的补钙食谱 成了天天餐桌上的主角 排骨汤 鸡汤 鸡蛋羹 妈妈用各种补钙的偏方 来催落天天的乳牙 可是吃了一段时间 好像作用也不大 在天天八岁的时候 有两颗乳牙同时松动了 天天妈妈总算松了一口气 可是没过多长时间 问题又出现了 我记得天天第一次换乳牙 是下排两颗小门牙先活动的 当时活动了四个月 就是一直不掉 孩子老说牙疼 我就让她张开嘴 我看一下她的牙 我发现她前边那个下排 已经长出两颗小牙了 因为那个新牙长出来 旧牙她也不脱落 所以可能就挺疼的 然后我就带她去口腔医院看医生 然后医生当时就让我们拔牙 我觉得孩子第一次换牙 应该是自然脱落 然后让她拔牙 所以我心里就有点打鼓 天天这样的情况 在医学上叫做乳牙滋留 孩子到六七岁左右 横牙就开始陆续蒙出 替换原有的乳牙 有些孩子横牙虽一蒙出 乳牙却常常不肯让胃 或使横牙不得不从乳牙的内侧长出 形成双层牙 这种情况下 医生会建议立即拔掉 不肯让胃的乳牙 在换牙的过程中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长了双拍牙 也就是横牙已经长出来了 乳牙还没掉 这样就出现了两层 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 还是要把相用的乳牙拔掉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乳牙在这里 站着一个正常的位置 影响了横牙的正常的蒙出 但这个新长的横牙过不来 所以我们应该解除这个障碍 因为它没有自己正常脱落 那么我们就人为的干预一下 把这个乳牙拔掉呢 横牙呢 一般来说 它慢慢就会回到这个正常的位置上来 如果你迟迟不拔 时间长了以后呢 那有可能呢 就会造成牙裂的这个不整齐 不好看 天天的妈妈心疼孩子 不舍得给孩子拔牙 但是也有些家长认为 横牙早晚会长出来 孩子乳牙刚开始松动 觉得影响了孩子进食 就拔掉了乳牙 随意拔乳牙 容易导致儿童横牙的错和畸形 影响孩子的以后的容貌和健康 那究竟什么情况下 孩子要拔除乳牙呢 实际上在化牙阶段 或者在儿童时期呢 还有很多其他的情况 是需要拔这个乳牙的 比如说一些残根 它都影响 就是有这个牙龈的肿胀啊 有可能呢 还有它的根间的颜值 会有点下方的横牙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残根呢 给它拔掉 因为还有一些情况 也是在儿童时期比较常见的 比如说多生牙 就是这个在上牙去比较常见 就是也不是横牙 也不是五牙 它多长了这个牙齿 那这个我们要看具体的情况 一般来说呢 也是需要拔掉的 但是有一种牙是不能拔除的 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虎牙 因为很像老虎口角的牙齿 所以被称为虎牙 有些人认为虎牙有爱观瞻 但也有人把虎牙当作可爱的标志 虎牙呢 就是咱们这个老百姓一般爱 常说的一个尖尖的牙 在一个侧面 那个呢 应该指的是正常的牙 我们呢 就是应该叫的是第三 就是前面第三颗 又叫尖牙 有的时候呢 不能爬正常的位置 就是比较靠唇侧 我们叫它虎牙 那个呢 不是多长的牙 那个是不能拔的 虎牙的学名叫做上和尖牙 上和尖牙绝不能随便拔除 因为它在口腔中 起着其他牙无法代替的作用 首先 尖牙是口腔中存留时间最长的牙 牙根长而坚固 那牙尖锐有力 在取决中 起着撕碎食物的作用 其次 尖牙排列在嘴角两边的转弯处 支撑着嘴角保持面部的丰满 若尖牙缺失 会引起上嘴唇塌陷 影响容貌 如果单侧拔除 会出现双侧面部不对称 影响美观 上和尖牙不能拔除 但是对于一些必须拔除的牙齿 也不能手软 另外还有一些 比如做正经角质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牙齿需要拔除 这个也是乳牙拔除比较常见的情况 另外还有就是 从一开始没有积极的治疗 从取坏的牙齿 竹筋院发展了 发展牙血炎了 到根肩中炎了 然后影响到下面的恒牙胚了 这种情况也是需要把坏牙拔掉的 虽然它没有到替换的年龄 那也是需要拔掉的 我们为了保护下面的恒牙 消除感染 为了让孩子顺利长出健康的恒牙 天天妈带孩子拔掉了不脱落的乳牙 原本以为小孩子拔牙是偶发事件 没想到没过多久 天天下牌靠后面的磨牙松动之后 迟迟不脱落 本来是生长的自然规律 为什么天天频频会出现乳牙松动 却不脱落的现象呢 其实问题还是出在妈妈身上 生命在于运动 牙齿也一样 牙齿的主要作用就是咀嚼食物 宝宝长出乳牙后 让牙齿多咀嚼食物 多锻炼 才能促进乳牙牙根的生长发育 而到了一定时期 也就是孩子六七岁的时候 他才会自然脱落 这是符合一般自然规律的事情 类似于瓜熟蒂落 但是很多家长担心 宝宝吃任性大的东西噎着 怕硬的食物损伤牙齿 把宝宝的食物都弄得过于精细 菜切断了吃 苹果削薄片吃 坚果抹粉冲泡着吃 这些精细的食物缺乏纤维 食用时根本无需过多咀嚼 不能够充分地给予乳牙生理性的刺激 横牙无法取缔对应位置的乳牙 只能另寻出路 从乳牙的后方长出 这就形成了双层牙 长期使用过于精细的食物 除了对横牙萌出会造成阻碍 严重地还会影响孩子核骨的发育 儿童饮食上来说 不光光是对牙齿 对生长发育各方面都是很重要的 比如健康的饮食 合理的饮食 比如少糖 对牙齿来说 晚上应该是刷完牙 以后不再吃东西了 不要含着奶瓶入睡等等 这些都很重要 一般来说牙齿的生长发育 跟它的全然状况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比如说身体健康的 这个孩子 牙齿的萌出会要早一些 这个都是有一定 另外还有跟遗传因素 跟一些环境因素也是有关的 孩子健康饮食还是很重要的 另外不要吃过于精细的食物 吃稍微粗菜一点 需要咀嚼的 这个主要是有利于核骨的生长发育 那核骨发育好了以后 我们的牙齿 是这个大小是不变的 不是乳牙是这么大 恒牙就是那么大 但是如果那个核骨发育的不够的话 牙就会排不齐 造成牙类拥挤 所以说吃这个稍微粗菜一点的食物 需要咀嚼的食物 更有利于核骨的生长发育 孩子牙齿健康的标准 要求是做到无取齿 也就是无蛀牙 排列整齐和正常的药和关系 牙齿伴随我们的一生 让孩子拥有一口健康整齐的牙齿 保护牙齿 预防大于治疗 那么孩子在换牙期 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在换牙期来说 这个单纯在口腔这一方面 比较重要的还是口腔的卫生 为什么呢 因为在换牙的过程中 嘴里面就是高高低低的 有的牙刚刚萌出 还有可能会发生这个灌周炎 就是牙齿在萌着甭周炎 又会退缩 那这个过程来容易肿胀啊 发炎啊等等 而且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 乳牙呢 经常会有一些取坏的牙齿 那这个时候呢 核心萌出的牙高低错落的 更容易积存这个食物前渣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更要注意认真的刷牙 保护心萌出的牙齿呢 不取坏 同时呢 我们刚才说过了 第一横萌牙也就是六龙齿 是这个六岁的时候长出来的 很多家长呢都不在意 不在意 因为它没有掉入牙呀 它就只是新长出来的牙 可能家长以为呢 这还是个乳牙需要替换 不注意 这个我们要特别的在意 一个是要认真刷牙 另外呢 蜗钩封闭呢 是一个比较好的 预防取齿的方法 换牙期 是孩子生长发育过程中的 一个重要阶段 像天天妈妈一样 关注孩子的每一点变化 定期待孩子看牙医 也可以随时发现问题 及早解决 在饮食上 换牙期间 要多吃含纤维素高 有一定硬度的食物 促使乳牙暗时脱落 督促孩子多吃含钙质高的食物 比如牛奶 奶酪 豆腐和鱼类 同时摄取足够的维生素C和D 因为这两种维生素 可以帮助对于钙质的吸收 及时纠正孩子的一些不良习惯 比如吐舌咬舌 咬手指头或铅笔 用舌头舔牙齿等等 这些坏习惯 都会影响牙齿的生长 导致牙齿变形 好习惯 让孩子拥有一口健康美观的牙齿 好牙齿 让孩子受用一生